好 下面给大家说一下这分体式转换器几点方法 首先呢 我们将那个分体式转换器的这盒盖 上面四个螺丝扭掉啊 扭开打开盒盖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那个支线柱啊 这是我们首先是看一下 从左边往右边看 左边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地方啊 这是保险丝啊 这地方是保险丝 然后这一地方呢 这些就是一个保护的 就一个线线流的线圈一个电流的保护啊 这是一个 绿波的一个电一个二级管啊 然后我们使用看一下电源线啊 电源线的接住呢 我们会看到主板上面会标有一个l 一个n 还有包括220伏啊 我们这个 这个呢 我们是一个220伏的一个电源 外接电源啊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将那个l上面接电那个220伏的一个火线 然后n 接一个零线啊 在右边的话 我们会看到很多那个小一排一排的小桌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主板上面一个标识啊 从这一排 上面一排所对应的啊 极限柱就是上面这排的极限柱啊 所下面一排的标示呢 对应的下面这排的标示啊 我们首先看一下 上面一排的 这是我们看到有啊 pout aml和 amh啊 pout呢 就是脉冲输出 aml呢 就是下线报警输出 然后 aml l呢 就是上线报警输出啊 我们看到下面这里 p cam a cam啊 a cam 这所谓对应的就是一个脉冲的一个地线 还有一个上线地线 上线报警地线 还有一个下线报警地线 啊 我们所接的时候呢啊 如果输出的话 我们标准的按红线去接输 然后地线的话 我们就 接一些蓝色的线啊 这样方便区分啊 方便接线啊 再往右面看 我们会看到啊 这地方有一个啊 trx 啊 还有一个 trx的正和一个trx的负 trx的正呢 trx的负呢 这两个字呢 是485 信号的一个输出啊 我们就呢 trx的正呢 我们就接一个红线啊 trx的负呢 我们接一个蓝色的线 这代表485信号的一个输出 啊 在右边呢 就我们看到有一个啊 vdn 还有一个iout 还有一个icam iout 和icam呢 这时候是一个模拟电流的一个输出啊 iout 就是一个 呃 输出的一个正级 icom 就是输出的一个负级一个地线啊 这两个我们就这就是标准的一个模拟电流4到20号的一个输出 好 下面看这里呢 啊 这两根线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分体表的一个粒磁线 这两个线呢 呃 在上面这上面接的是一个ehat t正啊 还有一个ehat t负 啊 这两个线呢 呃 主要是接的就是一个我们那个转换机上面的一个 呃 电源一个线包啊 这样来去给他们 呃 给他们去供电啊 使他们产生一个电磁场 啊 这个t cam呢 标准的也是一个 r32通讯的一个接口啊 这个接口基本上现在的我们都用了485 这个接口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用了 啊 那后面我们看到上面这一排呢 会有一个信号sig1和sig1和sig2和sig2 这两个呢 就是一个信号线 就是说呢 呃 传感机所产生的一个电流的一个信号 啊 把它把它呢 输送到这个 呃 转换机上面去 然后再进行 啊 分析啊 所以才能显示出来 我们接线的时候呢 我们标配的线上面去呢 所以所标配的也有一个 标识啊 有信号1和d线 还有信号2的一个d线 我们按上面去1d1的接出来就好了啊 这会发现下面还有dse和mtsr和dsr dse呢 和dsr呢 这两个是一个 基地屏蔽 这是指针对双重双信线的啊 这样一个 呃 线的一个接法啊 我们 一般呢 大家做的所做的就是一个单平米线啊 就是两根电极线外面有一个平米线 啊 dse 第二段就是说 呃 电极线外面有平米线 然后 那个平米线外面还有一个平米线 所以就是双重双平米线 这样的这样容易接法 就说 dse 和dse 就是将啊 电极信号1的那个平米线 呃 外平米线 然后接到dse 然后 信号2外面那个平米线 接到那个ddsr上面去啊 这样来接线的一个接法啊 整体这个经验头就这样去接了啊